本视频素材来自网络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谢谢 古装剧流离剧情越来越虐 男主角宇斯凤诚意饰演 被称为史上最惨男主 有网友特地整理了 他在剧中吐血次数 截至44集为止 竟然已经吐了42次 每集都在吐呀 许多古装剧都很爱虐男主角 不少古装美男都有绝美的吐血画面 虽虐但帅 以下古装剧久未吐血美男 正夜成罗云熙吐血的样子好帅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一 诚意饰演琉璃与思凤 琉璃思凤真的好惨一男主 每一集都被虐 每一集都在吐血 有网友特地整理了 44集以前思凤的吐血次数 竟然已经高达42次 还有十几集才大结局也 而且结局前应该才是虐最惨的 网友都笑说 不晓得剧足准备了多少血包 不晓得诚意喝了多少糖浆 不过思凤也创造了不少绝美吐血瞬间 越吐越帅 越残越有魅力 后续思凤会被虐超惨 为了玄机故意黑化 还要承受被玄机误会的痛苦 还有个浩晨师兄 一直在旁搞破坏 然后被五大派围剿 编剧什么时候可以放过思凤啊 故意挪 为红颜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二 邓伦饰演湘蜜沉沉浸如霜续凤 两只凤凰都被虐好惨 湘蜜沉沉浸如霜续凤也有不少吐血瞬间 难道深情错了吗 深情的男主都要被虐到体无完肤了 剧中续凤为了和紧密在一起 倾尽所有 但最后却被紧密一刀捅死 叫凤凰的男主都是深情的傻鸟呀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三 朱一龙饰演星边城浪子富洪穴 朱一龙在星边城浪子饰演的富洪穴 也有超多吐血画面 都很帅 当时还引起不小话题 剧中富洪穴也是豪惨一男主 娘不是亲娘 一生都在背负不属于自己的仇恨 然后初恋带着目的接近她 好不容易放下初恋 有了心爱的人 但却因为误会孩子没了 整部剧中富洪穴被凳子砸头 肩膀被插钉子 被下药 被人骗 被插刀 腿还瘸了 然后一直被所有人当复仇魔王 她只是在讨公道啊 中毒快死了 她娘还只惦记着 让她在死之前赶快复仇 结局是一个人拖着瘸腿 孤独走了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寺 刘浩然饰演九州飘渺路吕归城 阿苏勒 九州飘渺路阿苏勒 也是吐血土上一样 完全没有主角光环 网友笑说 他真的是看过最弱弱的男主 从第一集就开始吐血 每次爆发你洗两分钟 爆发完立刻吐 吐完就开始晕 然后躺在床上好几集 吕归城真的从头惨到尾 一出生就是灾心将士 母亲自杀 长大后养父被轻爹杀 青梅竹马替自己挡箭死 喜欢的女孩喜欢自己的兄弟 就是女主是男二的 男主孤独终老的意思 然后哥哥们都想抢他的王位 外公要跟他的部落打仗 掏心掏肺对待的小皇帝 用刀捅他 真够惨 总之就是吐血土的比谁都多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舞 云蒙龙饰演两世欢景辞 两世欢景辞也是整部剧都在吐血 他一出生亲娘就死了 从小体弱多病 然后爱封棉碗爱得要死 却没办法说出来 还要亲手把他嫁给别人 好不容易用记救了封棉碗 却为他误会 然后景辞不止被抽断脚筋还中毒 和风连晚错过了第一世 第二世几经转折 两人又爱上 结果又因种种误会 分断一绝 景辞根本是背锅大侠 永远爱而不得 然后过程中 因为重伤未遇 一直吐血 女主都不知道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六 人家伦饰演 木百首林静拿蓝月 木百首林静也有不少 让人心疼的吐血瞬间 最惨的就是 他在大婚当天 被自己的岳父灭全足 被岳父打得 身受重伤狂吐血 然后媳妇和母亲 都为了救他选择牺牲 太惨了啦 其实人家伦演的许多角色 都常常被虐的吐血 像是大唐荣耀礼处 天机之白蛇传说许轩 还有大家记得 锦衣之下路易 为了救金夏重伤吐血的 经典名场面吗 金夏还替路易擦身体呢 即使狼狈吐血 还是很帅 大人 你快醒过来 大人 大人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妻 罗云熙饰演 月上宠火上官透 月上宠火上官透 也是个病痒痒的吐血美男 他在灵剑山庄时 遭人诬陷 被当成强暴林凤子的坏蛋 不只被逐出师门 还废了武功 然后所有人 把他按在地上打 真的超惨 后来又被鲁王陷害 他父亲和姐姐都被逼死 上官透被宇文墓园 逼得掉下悬崖 掉下去前 还吐了一大口血 大家本来以为他死了 殊不知他是诈死 受到太子的帮助 以于楚之的新身份归来 角色转变后 造型也跟着变 前面都是白衣飘飘 而于楚之则是一身黑衣 这就是回来复仇的意思呀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八 正夜城饰演 三千鸭杀附九云 三千鸭杀九云大人 吐血也好帅呀 剧中附九云为了保护秦川 冲破封印 打死了白河龙王 然后还替秦川荡了一掌 一大口血吐出来 霸气护气的附九云好帅 九云大人好像每次吐血 都是为了秦川 实在太深情了 可惜秦川都不知道 而秦川为了解救苍生 寻找灵灯 殊不知附九云 就是灵灯的灯心 所以只要点亮灵灯 附九云就会死 即使如此 他也愿意为了他 倾其所有 古装剧中的吐血美男九 肖战饰演陈情令未无限 吐血美男当然少不了 陈情令未无限呀 他吐血虽然没前几位多 但画面一样 帅到让人忘不掉 小编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被精灵刺伤吐血那次 嘴角慢慢流出血的瞬间 又帅又让人心疼 不过最美的还是 血洗不夜天那场 为无限满口的血 满眼的愤怒 伤痛 无奈 好帅呀 然后最后甘愿坠入悬崖 结果被拦网机抓住 看着拦网机说放手的眼神 实在让人心碎 敬死 不不不 最后人都巴不得我死 都恨我 唾弃我的时候 你却是唯一一个 站在我身边的人 唯一 滚开 谢谢大家观看 更多精彩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